嗨 現在回來收聽的是報道吳醫師 我是萊鎮賢 這個選舉越來越接近 要不及10天 今天訪問的是 他做過第一次 現在要做第二次 立法委員 姚文治 姚委員 你好 鎮賢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他說在這裡起來 先跟大家說一天的行程 一個競選中的人是怎樣的行程 競選的時候比較累 因為競選早上就有時候講話 拜託 我也會去騎騎騎路 然後就開始 回去辦公室有時候開騎家庭 開始掃騎 通常就差不多 中途的時間我們就去點騎 一、四騎有騎的 有騎的 像這幾天我就會導演 都坐這個選團車 我是大家聽說我姚文都已經打聲 騷聲 因為一天說差不多四點前自己走 不要哭 所以我前幾天有唱歌 是因為我姚文現在變壞了 其實應該更好 早上已經挑戰到要唱歌 所有聲音都唱了 不過姚文志偉你之前是 你做過第一次你是做四年 就是上一屆 現在要第二屆 現在要你這次 要衝向第二屆 第二屆 第二屆 第一屆做委員 你覺得立委的解釋是什麼 我立委的解釋其實是很專民 說起來 早說立委的事件很十 第一屆的事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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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說工房 其實也有很多人的事件很大 所以我其實認識三個學部 我應該是全台北市學部 最多的 三個是直營店 沒有包括加盟店 也沒有包括立法院國會的辦公室 不好意思 立委的直營店是什麼意思 直營店就是說 我們是自己開的 的學部長 如果是加盟店 就是有時候 我們其他民意代表議員 理長 有時候掛工房 大家是合作 那就是加盟店 把他靠行一下 對啦 不過 你說一個立委像我 設到三個學部長 你剛才也有說 你說第一屆的學部 法案 所謂的學部是什麼樣的 會比較多 學部很多 因為一般民眾都有 比如說法律的問題 那才是稅務的問題 那才是說 他有很多總控要改館 其實說什麼也有很多 譬如說去急診 不然賣賞 或是說小孩 讀書 就業做兵 剛才在你各個的事情 因為學區和管區黨都有 對 我又處理過最困難的事情 處理完成我自己很高興 那件事就是 他們老闆是一本人 但是 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他把他放棄 任養 好 很複雜 我現在 有段時間也說不清楚 就是說 後來他自己 一直跟大陸主 都想說他是台灣人 後來他有小孩 後來他小孩沒辦法保護 在外面 因為他也有去日本 住很久的時間 要回到台灣 發現他的小孩不是台灣人 因為 貨政機關說 你都不是台灣人 他說我一樓 特殊提備 憑政書 交稅 問拜 什麼都是台灣人 後來 我們才查 原來他當年 貨政的資料 處理得不好 當年沒有電腦法的時代 後來 我說他這也是另外一種 要完成回家 你知道嗎 對 本來 因為他也叫做日本人 日本政府叫他說 我要做日本人 他沒有 他沒有 他要做台灣人 有的人也想要規劃 我就覺得他很有心 他要做台灣人 然後他開過幾百的協調會 中央機關 跟市政府 後來好說歹說 終於處理好事 處理好事之後 跟他說 同樣的人 有多少人 有兩百六十幾個 所以我這個 完生回家 也是一部電影 你這個比較小型版 比較區域版 跟董寧那個 完生回家 他也是真的要變做台灣人 因為他本來就是台灣人 對 我想說 在法律跟現實中 其實經常有很多客套的事情 對 有人不知道要怎麼去申訴 他其實是當事人 是 所以我剛才在說 這個服務的時候 這個立委服務的層級 跟市議員 他有很明顯的區隔 區隔是 我們和議員要區隔 因為民眾是不去區隔 民眾不去區隔 你為什麼要找你 我講一個 比較有趣的事情 大家覺得聽電就要找立委 因為他們的認知就是說 這電是台電 台電是立委才管的中 台電是中央機關 其實我看 應該是電的供應應該是 都市 應該是說 這個幾個都市的幾位 文族 維護 照顧應該這是市政府 如果要看 應該是市議員 但是就攏捷立委 我們也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議員也有困難的地方 沒關係 這就是說 我們要分工 有時候有辦法處理什麼 立委裡面也有分 譬如說我是來政委員會 跟建築 跟土地區 有時候要請這條 他們剛才有什麼困難 發令沒有實施 這個需要我們改革的 來幫忙改革 對 那如果是 譬如說你是 這個衛星 這個環保的問題 那個衛援委員會 比較有法度 不過以來政委員會 應該是說 他也要統合所有的資源 說人進來的時候 可能什麼會都有 還是要看部門嗎 我想每一個立委 都是看部門 所以我說 他說立委其實是 保什麼保害 說起來 如果准是一個立法委員 譬如說他如果真有主委 我有人在想 他可以設計很大的辦公室 過去最出名的就是 阿伯和謝長廷 他們的助力是 以前那個時代 最多 二十幾個 都是很年輕 很精英 很打拼的助力 現在 現在這個時代 要請二十幾個 當然我 其實要募很多錢 所以也是沒辦法 有時候也有很多 所以 多分立委 我們是把集中 問政的 專業的方便 譬如說 我比較集中在 這個 渡市的改造 因為我 做主廠 陳吉廠 主廠 這個老社區 要怎麼來重新 再生 活化 所以 所以 集中在這裡 當然 後一天 我可能覺得 有其他的議題 我們來 我們來打拼 當然每一個委員會 分配有時候也要抽籤 也不一定 對啊 不過這個 限定方問的是 姚文智委員 他 剛才很認真 打拼去衝向他的 邁向第二屆 希望可以順利 不過 我在第一次裡面 剛才 你有說過 有很多人 對你有印象 第二是那個 為我們台北市裡面 這個松山機場的改建案 你如果在這個 我主廠 改建案現在好像要沒有吧 現在主廠 那當初因為是市長選機 對 你個人又本身 你的選區是什麼選區 住林跟台東區 住林跟台東 就台北市的老社區 沒錯 所以說因為你是比較老的社區 我們看到說 因為通常你是比較值錢的 比較值錢的社區 還是比較新的社區 在推這個都市更新 可能建築意願也比較大 可能條件比較好整合 不過如果像說台東區 蘇林區 它比較是有一個基礎的問題 就是說它真的很老 所以說要推你說的都市更新 要讓它整個漂亮 更漂亮 變得更有價值 這是很困難 所以我 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 主廠說都市更新的條例 應該要費值 費值 費值 因為沒有效 因為真的 真的要做工的地方 沒有辦法做工 是 都工會探勤的地方 才有辦法做工 目前看起來都是這樣 目前都這樣 所以 把這個都工條例費值 聽做兩步法律 一步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 我們在這個 都市裡面 它的現狀就是說 大家要改建 改建估處 如果說的好事 你就去改 去申請 政府給一些獎勵 我想這個也不用改 因為畢竟改建 我們的市場要是比較漂亮 所以這給做老舊建物 一個更新的容積獎勵條例 同樣可以幫你將來 這不要改 這就是一般市場的現狀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另外一個我是覺得 應該要改做 都市再生條例 要完全採用公辦渡庚 公家來處理嗎 要公家去辦 我們過去都跟你說 化工公辦渡庚 其實都是公有地渡庚 不是公辦 因為都政府把地 和民間到人廟廟出去 要跟我們去民間去做 其實我覺得 政府要打起這個責任 因為我在這個會期 我做來前委員會 也做過教委 做過這個都庚小組的召集人 其實這個都庚法 收要兩年 收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要求說 要政家主委 我們的組織要改做 來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其他的委員 大部分都覺得這個現狀 受改 因為是有些違憲 文明院的事情在那裡 譬如說 這個是不是有幾趟的人 就可以決定 你們家的管理 這個事情 請大家說是違憲 所以要調整 但是 即使把這個違憲的部分 收得好 我們的都庚的速度 一樣很慢 有一個報紙說 台北市都要讀公 要兩千三百年 兩千三百年 兩千三百年 不是啦 立法院收到現在的進度 我問說 收這樣 我們可以改善多少 那裡的部長 陳偉仁說 應該減一兩百年 應該有啦 我說 我說 要改善一個問題 本來對兩千三百年再改善 變成兩千一百年 這樣就不需要 這個方法就表示不對 要找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所以我現在主庭 都庚條例要廢止 應該改善兩步法令 我們應該對 根本來面對這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說 中央跟地方的政府 都要打去職業 其實這個職業最大的就是 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 對 這個姚瑋園有一個重點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都庚真的都在一腳 就是一腳就是 起起來定來要賺錢 不過本來這個都市 這個地方本來條件就不錯了 如果像說台東區 其實我自己也讀台東區 我覺得 那不OK的地方好像永遠都不OK 還是說 有的法律的比較複雜 其實民間也很難處理 不過你說是怎麼公辦 就是說政府 如果是出手來用 比較不會一些 因為民間總是 有很多比較得數的狀況 公辦的問題在哪裡 我認為公辦就是 在道市界外的體系裡面 道市界外的道市設計 相關的規定 當然要公開透明 要尊重這個 這個 這個房屋所有者 他基本的管理 對 這是毫無問題 把所有的程序 很嚴謹 這樣鬧 就要下去做 這所謂就要下去做 就是說 不可以沒有限期一直拖 對 因為現在民間的肚床 平均是10年 對 差不多 大家想看看 這如果不是說 家庭起到這樣 這10年 這也所有 剛才我們說 有需要肚床的人都沒有在肚床 是有賺錢才在肚床 如果不是家庭起這樣也不會賺 沒錯 這樣表示說我們的肚床是一灘死水 我不是說大家要賺錢 我的主要是說 要肚床精神 要肚床在生 現在的觀念不是說在生 政府要下去主導 當然現在科比在做 這個獨法局這個林祖民是很打拼 很認真 他是有在做 但是我們的其他的法令制度 要幫忙 要配合 包括土地的事情 我們的態度是怎樣 包括都庚的基金 我們要來益助 這很多 對 其實這個 畢竟都庚有牽涉到很多 我人最重要的 他的財產有 所以說大家都會很認真 說起來也很堅定 其實政府要做 但是公務人員也是違法行政 結果法律是最重要 不過因為現在是第一次 再來要做第二次 因為離婚人的生態 其實也有稍微不稍微 看得到 預期到不稍微 最近是民進黨是比較小的黨 你是野黨 再來很可能是執政 也有可能是多數黨 每一個委員跟社會都要調整 你看法是怎樣 我想當然調整 因為之前 學術的事情 對嗎 福茂黑箱的事情 我們現在主席大家要控制 未來民進黨如果有機會 都市 都市是在看這個黨 當然就要 更多的職人 那不是控制 那就是要這個協商 要以利福人 這是一個 德塑董應該要排起來的職人 我們是 如果是德塑董 德塑董的一份主 當然這確實要條件 所以說 現在在酸季的如火如土中 他說 他說 在時下就帶起來 我就說 委員 我如果把你放在錄音室 一下下 我很怕你會睡去 不會啦 是沒聲而已 不過是說 一個 算是一個酸季的過程 因為他剛才也很坦白說 我們也有選民服務 你自己有去算過 做一個立法委員 因為你是 上一次算新生嘛 你說 你覺得你選民服務 跟 有一部分就是所謂 發案的準備嘛 跟怎麼去讓他 他上線這樣 你有算過說 你是怎麼分配 我個人來說 應該是 比如說出席多年 跟當時發案 開花的時間比較多 因為選民服務 這個 我們的助理 我覺得分年不錯 政府接任 這樣 所以 如果拿來 他們都會一間一間 如果剛才問題 才跟阿伯 如果沒有問題 他們都處理好了 所以 我覺得 那個部分 是整個辦公室 來幫忙 還可以 不過你說 像剛才說的 也是要握手 像 也有很多 第二句 台北市有比較多火的選民 也說 我們站在路邊 例如說揮手 或是握手 或是婚生是親 這算是很傳統的 也有人像我們 沒有人 這是人家有的基本工 那你個人覺得在台北市 這有票嗎 台北市 因為我是老實區 台北市也是有壓力 但是 漸漸少 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 也不一定 要叫立委去參加他們的分類 所以 其實漸漸少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 立法委員應該 專業問題 當然 至少你的 因為大家都是困難的時候 當然你應該要照顧 尤其是很多 浴世家 但是 如果 可以更專心 在法案 在立法委開會 我們的法案更成熟 更進步 甚至說 還有時間 去接受一些 新的訴訟 或是新的循環 像我在立法委提一個 食農教育法 其實那是很新的 食農 就是說我們農業 因為我們都跟他們說 食品管理 其實食品管理 它基本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是食品工業 但是我們應該是說 食品更自然的食物 都應該對農業 食物 你對土地的了解 尊重 去過你的人生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貼客 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吃到 你如果可以吃到很自然 整個我們三業的結構 我們的土地的利用 我們的運銷 跟我們的管理的方式 配套 都沾沾沾 那些人 所以我主要說 我們要怎麼吃 是得自體群美食 其中一環 我也希望說 未來我們這個 電視 都有相當的事項 來提供這個管理 因為怎麼樣 你知道嗎 這樣可以 我們要減少我們的減少 我們要減少我們的減少 對岩的紀律 你的食品工業 當然要好好管理 但是我們回歸主任 我覺得這是 這是很進步很新的 這是一個自然主義的思潮 日本在2005年 人家通過 他們說食慾 食慾基本法 我是為了 我是看他們的精神 在台灣我推動 改名食農教育法 精神是差不多的 對 因為他們的法律 他們的法律 提供跟我們不一樣 對 不過我覺得 為這個亞文治委員 在說食農教育 他說其實 一個立法委員 他本身也有些 自己的 剃下官 中心思想 這樣才可以 為完頭來處理事情 所以說 像立法委員 也有很多種 也有那個 我們就是 有現在剛才這個問題 來開記者會 來表達 民意這也是一種 不過有時候 你完頭可以處理就比較好 事實上 這也算下游的記者會 也可以減顧 因為畢竟我剛剛 已經出現的事情 人民也是多少受害 那還是感到的一環 坦白講也有必要 要不然專業要立法 還有更進步的事項 其實 立法委員也能辦 我們的角色 所以這個階段 立法委員是要文武全財 希望基台是這樣 你也要輸歌 那種很源頭的事 沒有啦 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的立委 都非常優秀 每一個都 有自己的專業 有論述能力 你現在對自己的選情 怎麼樣 我 我就 步步為營啦 因為對手 也是來勢洶洶 那白天爭地上很多方法 這個不好的唱歌也來了 所以我當然要加強 要打拼 不是像柯文哲說的 說 說 少贏一點會怎樣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這個空中的朋友 這席一定要補給掉 因為我們不是只要買這席 我們是要補 補給過半 好 所以說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選技巧 每一票都很重要 當然 好 這樣加油喔 謝謝 謝謝 拜託 好 感謝柯文哲緣來現場 謝謝你 謝謝